Hi 各位 又是我歐登啦 馬上先破個題 Sony Xperia 1 就是一支專為專業級創作 打造的電影級黑科技 不只改了名 而是真正大升級 今年的Sony MWC 發表會 依舊有許多黑科技同時發布 在Sony Mobile 新機上 還是由可愛的Sony Mobile 總裁 岸田光哉先生發表 一樣有招牌的拍照Pose喔 Sony 在經過 XZ2 跟 XZ3 兩台變革後 在全新的產品系列上 也大動作改名 原來的旗艦 XZ 系列 則是改名 Xperia 1 宣告 Z 世代的結束 而 XZ 終結系列 則是由 Xperia 10 接手 不過今天邦尼一樣專注在 滿滿黑科技的旗艦機種 Xperia 1 在設計上 想必許多念舊的鎖粉會非常開心 方針的Sony 回來囉 而在黑科技上 Sony Xperia 1 依舊是定位超旗艦機種 在全新黑科技上 則是分為兩大塊 專業顯示以及專業攝影 首先看到邦尼認為最驚豔的螢幕 搭載跟大多數電影 或是專業影像相容的 6.5 吋 Cinema Wide 21-9 4K HDR OLED 螢幕 邦尼也非常意外 Sony 這麼快就將 4K HDR OLED 推出市場 給好給買 真的誠意十足 除此之外 不只一樣擁有 Bravia 電視科技 更搭載 Bravia 電視所擁有的 X1 from Mobile 影像處理技術 並且支援 HDR 精準強化技術 能夠提供更真實的影像細節 當然 這樣還不夠 Xperia 1 的螢幕採用 10-bit 平滑漸層技術 相較起以往的 8B 影像 色階能夠更滑順 在漸層顯示上也會更自然 除了這些 並且憑著 Sony 自家多年在電影工業的累積 這次的 Xperia 1 也以 Sony 在好萊塢電影工業使用的 Master Monitor 專業色彩重現技術為範本 跟 Sony 的電影設備團隊 Cine Ultra 共同打造 Xperia 1 上專屬的 Creator Mode 除了支援 100% DCI-P3 廣色域外 更一併支援 ITUR BT-2020 超廣色域 以及 D65 光源顯色技術 簡單來說 Xperia 1 的螢幕 可以說是將手機螢幕 帶到另一個層級的專業標準 再來第二項黑科技 則是在專業攝影上 這次 Sony 將許多 Sony Alpha 單眼相機的技術下放 硬體上採用 F1.6 1200 萬畫素 26mm 標準主鏡頭 最重要的是支援 OIS 並且配上了擁有獨立記憶體的 Exmor RS for Mobile 接著則是 F2.4 1200 萬 16mm 135 度超廣角鏡頭 跟 F2.4 1200 萬 52mm 兩倍望遠鏡頭 擁有 OIS 除此之外 Xperia 1 內建全新的 Bionce X for Mobile 算法 在專業模式下最高可以進行 30 秒長鋪 更下放了單眼才有的人眼自動對焦 這也是邦尼相當期待的喔 而在 Sony 一直都非常領先的錄影上 Sony 也跟自家專業攝影團隊 Cineauta 合作 推出全新的 Cinema Pro 電影級專業錄影功能 除了可以即時套用常見的電影調色外 更可以拍攝電影最常用的 21.9 4K HDR 24fps 影片 除此之外 一直很強的 Steady Shot 五軸防手震也再次進化 Sony 加入了全新的 Optical Steady Shot 光學防手震技術 在錄影時可以透過光學跟電子兩種防手震 確保錄影會更加穩定 UI 上最特別的 則是 Sony 善用了 21.9 的優勢 可以從畫面上看到 即使下方的操作力還存在 一次開啟兩個 App 還是得心應手 Sony 也承諾 不論是在影音 遊戲 或是攝影上 Sony 都會持續在 Cinema Wide 來努力耕耘 規格細節 Sony Xperia 1 國際版採用 Snapdragon 855 解決方案 配置 6GB 的 RAM 以及 512GB 的 ROM 目前尚未確定是否會針對亞洲部分市場推出特別規格 擁有 3300mAh 支援 PD 快充 採用康寧 大猩猩第六代玻璃 達到 IP65 或 IP68 防水防塵 目前針對台灣市場的上市以及售價 尚未有進一步的消息 邦尼也將持續關注 好啦 本期節目先到這邊 據說 26 號 Sony Mobile 台灣 將會舉辦第一波的新機發表會 很快的邦尼也會再次跟大家見面 同時我們也將持續更新 2019 各家旗艦大戰的最新消息 後續台灣若有上市計畫 邦尼也希望能夠帶來實體機台的第一手評測 不要忘記右上角對 Sony Xperia 1 進行投票 或底下留言告訴邦尼團隊 你還想知道哪項功能 或想看的產品測試喔 如果喜歡本期的節目 不要忘記訂閱邦尼幫你 並且追蹤我們的 Facebook Instagram 以及加入 Line Ad 跟我們討論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 別忘了底下留言 那我們就下期影片再見囉